人民行动党团队正式介绍 惹蓝雾沙集选区准候选人 领军的通讯级新闻部长亚国博士 也为惹蓝雾沙集选区推出 2000万元的五年发展计划 并指这并非大选萝卜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川维取拉查 通讯级新闻部长亚国博士 率领战友通过端早餐 正式介绍惹蓝雾沙集选区的 行动党准候选人 给加冷巴鲁居民 在选区重新划分后 元属丹荣巴克集选区的 牛车水金生区和黄浦丹选区 都纳入新集选区 现任议员梁立丽和王志豪 将连同现任摩民加冷 集选区议员亚国和潘丽萍 出征热兰误杀集选区 自1996年从政的梁立丽 希望继续为居民服务 四个人的团队 加起来一共有60年的经验 真的尽心尽力 去为我们的居民服务的 亚国指出 潘丽萍 王志豪和他 都曾担任市长 而梁立丽是 当容巴格市政理事会主席 四人都有丰富的经验 能妥善管理 热兰误杀市政会 亚国也宣布 随着上一个五年计划 今年为明年出道期 他们将听取名义 为热兰误杀集选区的 200个项目 推出另一个五年发展计划 至今 雇人党已表示 有一道热兰误杀竞选 被问及行动党 强调领导层更新 但这里却不见新面孔 亚国认为 总理自由最好的部署和调配 并尊重总理的决定 而要确保 夺夏日兰误杀集选区 对他们而言仍是至关重要的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相报道